最近正当特朗普和拜登在公开撕逼之时 美国的政界又给大家放了一颗大卫星 根据政治新闻网站Mindiquity上周六的独家报道 独立总统候选人Robert F. Kennedy Jr. 小肯尼迪预计会选择华裔女律师兼企业家 Nikolay Shanahan,妮可·沙纳涵作为竞选搭档 如果他出马 则会成为美国首位华裔副总统候选人 也算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了 看了今年美式橄榄球超级碗决赛的观众朋友 或许对一条不断强调肯尼迪当总统的广告画面 有些许的印象 没错 这就是沙纳涵为小肯尼迪的竞选活动 动用超能力赞助的一条昂贵的超级碗中场广告 正如一位消息人士在谈到二人时说 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保持一致 竞选团队还在寻找一个 能够帮助筹集选票资金的候选人 这对于选举中竞争至关重要 那由此看来 沙纳涵将是这个候选位置的不二人选 因为这位消息人士同时补充说 他可能会向竞选活动注入数百万美元 以资助投票倡议 这使他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 然而他缺乏实际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 此消息一出 一时间这位华裔高知女性再次占据了美国各大新闻报刊的头版头条 之所以说是再次 这和他曾经的一些经历细细相关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沙纳涵的母亲是中国人 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母亲刚到美国两年就生下了她 她在旧金山湾区长大 父亲在她九岁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家庭环境十分艰难 曾依靠食品券度日 因此沙纳涵在12岁时就开始在餐馆打工来帮助家庭 后来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他在华盛顿州的斯利普吉湾大学 获得了经济学和华语学位 2013年他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 攻读全球知识产权和亚洲法律 随后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之后年仅20多岁的沙纳涵就担任RPX企业专利专家 但仅10个月便因职场性骚扰离职 重度忧郁的他重新振作后 创立专利管理公司Clear Access IP 他去年卖掉该公司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回报 握有资本的沙纳涵随即成立投资公司Buy Echo 研究女性升职寿命与平等 另据官网介绍 该公司致力推动斯帕改革 保障此星球健康且适居 好了 励志的故事到此结束 时间来到了2022年的6月 彼时一条新闻也把尼可沙纳涵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 那就是谷歌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 谢尔盖 布林与妻子离婚 这里的妻子就是尼可沙纳涵 据纽约邮报报道 布林向法院提出的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分歧 还称二人从2021年12月开始就已经分居 多家媒体爆料 这段四年婚姻结束的原因 是沙纳涵与马斯克有火花 据报道称 两人是在曼阿密巴塞尔艺术展期间认识的 当时单身的马斯克和沙纳涵在展会期间产生了情感共鸣 等于此之后 布林于2023年初提出离婚申请 当时他与沙纳涵结合近四年 并育有异议 当然 这个事件的真实可靠性一度让人怀疑 一向敢作敢为的马斯克对此绝不认账 还专门发推辟谣称 这完全是胡扯 我和谢尔盖布林是朋友 我们昨天还一起参加了聚会 三年内 我只见过尼可沙纳涵两次 好了 这些豪门间的八卦 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让我们言归正传 说起这次的大选 虽然大多数选民目前都会将自己的目光 聚焦在拜登与特朗普这对昔日原价身上 但这也并不妨碍有可能会有第三人的入局 那这个第三人大概率就是小肯尼迪 如果此时真被应验 那么这位华裔副总统将会随之被带入白宫 再次创造历史 所以话说回来 2024年的美国大选 大家更希望谁能当选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